俄罗斯国防部30日公布了一段空袭影片 宣称他们精准命中目标 摧毁乌克兰的山毛举防空飞弹系统 似乎想提振俄军的低迷士气 但俄军轰炸的远远不止军事设施 卫星空拍照下马利波这座港口大城 在战争前后的对比令人触目惊心 经过俄军一个多月密集轰炸 几乎已成废墟一片 更令人发指的是 空袭目标上竟出现红石自会建筑的标志 乌克兰人权监察员丹尼索娃在脸书放上了这张照片 他痛斥先前只有希特勒的军队 敢炮轰红石自会建物或车辆 而这样的残暴行径 马利波居民一点也不陌生 3月9日 俄军突然对马利波的一间妇幼医院发动空袭 即将临盆身心受创的孕妇被抬上担架 这一幕让许多人心碎 说好不攻击平民 但现实是住宅区医院学校都被炸的面目 不只是马利波 包括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医疗设施也遭到大幅破坏 医护人员天天冒着生命危险 在炮弹和爆炸声中行医救人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雷特 表示俄军攻击人口稠密地区令人高度关注 根据国际人道法是禁止无差别攻击的 俄国可能构成战争罪 也正在调查俄军遭控使用极数弹的真相 就在俄方声称减兵的同一天 乌克兰民间组织拍下伊尔平住宅区 遭无情轰炸后的惨况 另外包括切尔尼哥夫一带 也遭遇了比先前更为激烈的攻击 俄军再度出现一边喊撤 一边进攻的两手策略 让国际社会对俄国的各种说法 很难有所期待 顿讯回忆中心综合报导